B&W跑車壞5次修不好 哇 B&W192末代跑車500萬元 有八缸氣門小李買了耶 哎呦 小李開車怎麼那麼不小心 撞山了 總算修好了 開上高速公路 油門一催 拉風 欸 引擎警告燈亮了 開回B&W原廠 技師說 換感知器就可以 他只好留下愛車 花錢搭小黃走 可是啊 老是亮黃燈 進場八次 修了五次也沒修好 連代步車也沒給 又壞了 小李問為何修不好 技師說查不出來 小李說要找德國來修 技師也不敢說好 最主要是一修再修就是修不好 然後他給我的回覆就是說 那我只能 今天他就是四個Sensor嘛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只能畫一個 畫一個 然後這個幫你修好了 如果再畫一個 他再幫你修 如果再畫一個 再幫你修 那我到底要修到什麼時候 兩個多月以來 你們一直查不出個索以籃來 而且一直有這個問題 我每次出去 我就是要擔心受怕 我引擎亮燈 我就會鎖鋼 那會不會造成我人為上 行駛上的不安全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會總幹事高景從就說 老師修不好 還不快搬救兵 在拖什麼呢 現在疫情天出面後 BMW道歉給了代步車 也願意發Mail問德國怎麼修 BMW車主啊 買高架汽車 可不等於有高規格服務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